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 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現在已經是月尾啦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好 回到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今次就講一個昨天的網絡熱話 昨天的網絡熱話 就是由我們非常之勇武的李正希特拉 發表了這個片段就是關於 他屌退黑境 是不是屌退黑境呢 沒有 沒退到 沒有退到的 但是就狂屌黑境 但都挺厲害的 我想說香港01和文匯報都報了 我們一報完之後 因為文匯報 因為你知道文匯報呢 他們有個Facebook版的嘛 文匯報每一天 Facebook版 可能因為大陸上不了Facebook 所以他們每一天都有一版 叫做什麼那些網絡正事之類的版面 然後整版就是講網絡的政治發生 譬如哪一派跟哪一派對調 又或者說哪一群熱狗 在網上又講過什麼方堂言論 又或者說熱狗發生 做了什麼非常離譜的播毒行為 他們每一天都會有一版 然後旁邊會有一個網民怎麼看 或者是被網民批評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正希是累到我都上文匯報的 你第一次上了 我第一次上文匯報而已 上上下班 當報你嘛 對啊 英軍你上了很多時候 我是不明來歷的英軍 不明來歷的民生大漢 我記得文匯報報到你那天 他是用了三四次 用了這個民生大漢來刑理的 不斷地說你是民生大漢 你見到就是 你見到文匯報 就是不斷對於網絡的熱狗的行蹤 都非常接觸的 很留意的 所以我們也要說一下昨天的事件 就是因為在天平村那裡 那裡有一班警察做一個演習 演習應該是關於一個防暴 一個反恐的行動 但是那個行動 由於驚動了李正熙就行了 所以呢 李正熙就在那邊 就是擊他 不是 嘗試就是不斷地去 辱馬 因為又沒有通知 沒有什麼 你無論如何 彈出來在一個走廊那裡吵圈 對呀 插衣槍到處走 吵醒他的兒子 對呀 所以呢 李正熙就要走出來 就去 吵這班警察 我們看看片段 先 你們兩個人是民居 你不能去警察宿舍 在那裏? 在那裏可不可以承認? 那裏就叫管理員上來 我們通知有這裏管理署 你通知管理署 如果你有這裏可以跟他們投訴 哦,即是通知管理署你都大了 你上來我那裏,你吵我都可以 瘋狂的 三天不是粗道有人上來 你又說演習又說什麼 其實如果你看到一群警察在防暴 裝備,帶著球盔,又拿著槍 是紅色的玩具槍 但如果在畫面底下,不是你正氣屌他們 其他街坊見到我會很害怕 其實我在想,如果我不是看到她的玩具槍 如果我是一個婆婆 我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突然走出門,我嚇死了 發生什麼事 搶劫打劫,什麼事 恐怖襲擊 為什麼看到一群警察在門口走來走去做了 但剛才那個畫面是 如果把那個畫面和李正希那個對談 是放在一起的時候,那個畫面很風趣 因為那些警察很認真做戲,交戲 還有那個警察... 不知道為什麼他瘋狂的 背部高不知道做什麼 玩了什麼 不是,瘋狂的背部高不知道做什麼 他面對著真正的恐怖分子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 你這樣 他繼續這樣 嗯? 很專業 但明明那個演習已經有一個對象已經動了出來 但他依然可以繼續活在自己的世界一面 繼續活在自己的世界一面 很有趣 他們 其實他的演習發生了突發事件 就是希特拉跑了出來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不按下他? 新記是不是打給他? 我們現在就是封勾這個李正希特拉 就是讓他講一下整個事件的經過 其實剛才... 剛才也打算打給他 就是讓他起了一身 但是他原本是很累的 衰夢中 他昨天看完夫人才回去 對,他本來很累 然後讓我硬講一講 我問他有什麼講 有什麼講 然後就吵醒了 那他說其實... 那些黑警... 那些網民都有講的 說經常都來天平村的 幾十年的 十幾年都是這樣的 那你整體就說 每次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幾個月一次 每次就... 歷時是一個多兩個星期的 每次就是一個多兩個星期 不是一個多兩個小時 是一個多兩個星期 剛才那個團隊只有幾個人 你一期學生 很多... 很多藝進畢業之後 找東西做的嘛 那就是很多的 所以應該是整個幾兩個星期 繼續對對 對,逐對練 我猜是這樣 哦 咦?李正希... 李正希... 先播了什麼 喂... 喂喂... Hello李正希特拉 Hello... 喂... 是啊... 李正希特拉 我們講講講 關於一個... 黑警上你家... 上你家... 這個演習事件 我想知道其實 是不是一直以來 保持著有很多警察呢 整天都是去到你家 天平村那邊 走去演習的呢 是的 其實就好像一個... 驚奇性那樣 大概每季 驚奇性 是啊 每季 過一季 大概幾個... 有幾個星期 都會... 都幾頻密的 是的 那... 這邊... 因為有很多Y型 還有V型的屋 他們就會拿這些地方來做軟集 因為那些後樓梯呢 就會比較... 通風一些 沒有那些... 所謂的防火門呢 那他們就... 可能覺得... 這些地形比較... 少見一些 才會走上來 嗯... 還是通風舒服一些呢 就是... 當然通風舒服一些 怕他們逛逛樓梯走到第16樓的時候就喘氣啊 是啊 我一生都吵他 吵他 吵你啊 不... 不... 如果你去... 即是你... 做英國軍人的時候 演習呢 你會不會去實境去演習呢 實境會... 其實我在福克都有講過的 我們做演習呢 甚至乎有些... 有些地方我不會告訴你 在哪裡 不可以告訴你 他會直接起了一條... 好像阿富汗的村莊出來 實境來的 還請了一些... 可能已經移民... 或者是... 是... 難民身份 來到... 我們收留... 即是英國當地收留了的... 阿富汗人住... 即是... 裝住在那條村裡面 讓我們去實習 那不是真的問他的嘛 有氣子的 有氣子的 要請了氣子的 現在... 那請我啊 你請我就不用被人罵了 哈哈哈哈 他又不通知你是不是 我覺得我是吵他 是啊 通知我你收回錢 我是OK的 然後我就吵他 啊吵你了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 我幫你做吧 其實... 樓梯口吃不吃煙的呢 其實... 那... 你有什麼問題 哈哈哈哈 什麼問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 先說一下 其實他那個天平孫的演習那裡 其實是... 什麼時候開始呢 你是會見到這些... 就是... 什麼時候開始 哪一年開始呢 你是會見到這些警察 開笑警察 開笑警察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幾十年以來都是這樣的 我搬進來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就算我未搬進來 我大廈看... 去附近某些... 某些... 某些... 某些私人屋卷看樓或者... 因為... 其實... 天平村我未搬進來的時候 我也大廈看過樓的 好搞笑 因為這條村呢 是因為租者自其屋計劃呢 他是有單位是... 是... 是賣出去的 所以這裡是會有業主立案法團 好奇怪的 是要業主立案法團 而不是全部由房屋處去管理的 是 所以這裡其實是半個私人屋院來的 嗯 那些低能仔經常說 這是公屋公屋公屋 有半個私人屋院來的 不是啊 就算是公屋都沒有理由 就是... 公屋就有... 自必要被你滋擾我的了嗎 那... 我想問一下呢 那些黑警員呢 其實他們的演習內容 除了拿著膠窗行樓梯之外呢 他還會做些什麼 令到你... 即是覺得很狠狠 吵醒你兒子這麼大惡的呢 哈哈 是啊 是...他會對著... 他是沒有Catat Fair在那裡 嗯 是 就是... 就是... 哈哈哈哈 真的是這樣說的 對著著著牆... 對著著著著牆... 哈哈哈哈 小心你讓在裡面 吃著包吃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槍有像那些道具,紅色的 但他真的說是打八兩頭這樣? 一般人來說,我一看下去就知道道具槍 但其實你跟信號槍很像 例如HIS,或者某些年代的車 那些信號槍是紅色的 其實很像信號槍 那些信號槍,你看一些示威片 那些信號槍打在警車上都會立即開箱 或者打中的東西都會立即開箱 我不知道是不是信號槍 警察這些,警服這些 大哥,HKTV都買到一件回來 你不要玩 淘寶都淘寶 黃織都有,很厲害 自見警察,你說這個真的是警察 那個警察都沒有 那個是管理員對你的反負 他們不是警察來的 這班是學警來的 他們沒有權在這裡執法的 我想問那班警察,或者管理處那邊 有沒有解釋到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天平村做這個演習呢? 他說得到業主立案發傳的許可 哦,但是... 但是我想知道防偽... 他沒有說到因為什麼時候的會議容許這樣 以前是這樣,所以現在可以這樣 還有正常這些情況 是不是通常都應該要給長租的呢? 就是如果你去一間樓那裡 我是覺得... 首先不是長不長租的問題 而是一個正當性的問題 譬如這個條例你是為不合適的 或者真是擾紋 或者到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現在這個政治的環境 或者現在的氣候 喂... 人... 如果市民對香港的警察 是再沒有信心的時候 或者看法不一樣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 在這些演習之前 要聚開這個居民大會呢? 因為有沒有... 扣子這個單位 比如說有買了單位的 你就接主立案發開這個居民大會 你可以開居民大會的嘛 對不對? 你搞販不販款 用哪些公司去維修 你都會開居民大會 其次就是說 你防委會 你應該要諮詢回公眾的嘛 這件事是需要做的嘛 但這個結果是沒有做過的 當然是 那就是他的通知上面呢? 我們是要釐清是一個正當性的 是市包合理 以一個... 譬如是一個舊式的公共屋卷 或者以一個半公共屋卷 是不是真的適合去做一些人的行程呢? 是... 那就是你... 就住那個... 通知上面 正當性問題 以及諮詢上面 都是沒有做到的情況之後 就被這些警察搜進來 然後呢 你之後就就這個事件 就有跟這個管理處那邊有交手的 那他們的回應是怎樣的呢? 那他們的回應是怎樣的呢? 簡直是虧的 那怎麼會是虧的呢? 總結可可 你要的我就貼上編帽 不是貼不貼編帽的事 當然你沒有貼是低料 是比我少了他七個一皮 那... 我也是這樣說 Focus on 是正當性問題 不是貼不貼編帽 不是貼了張編帽 是容許信任 你不要說 喂 我怕有人去銀行打劫 你衝進去匯豐銀行 你衝進去炸彈銀行 對不對? 你沒有理由的嘛 嗯... 那... 那在這個事件上面 那些居民呢 其實... 那些居民呢 對於警察來演習 你覺得呢 他們是不是已經習慣了 還是他們都覺得 是很奇怪的事呢? 現在來說 嗯... 一半半 有些居民都是覺得 嘩... 很突然啊 那樣的 都會有 是會嚇到的嘛 對 我知道會 對 我知道... 你都打敗了兩個頭 我剛剛拿了一個嬰兒出來 打敗了我的頭 打敗了 嘩... 嘩... 嗯... 是... 我剛剛呢 上網查一下這個刑事罪行條例 關於遊蕩罪那裏 他第160條 潑湖3那裏 他指明說 如果在建築物裏面的公用部分 遊蕩 導致他人合理地 擔心自身安全和利益 即屬違法 那就一經定罪 可以判監兩年 你覺得嗎? 有... 有... 下次這班未係警察的傻子 再走來演習的時候 是否應該報警呢? 不用 這條片直接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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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覺得自己身心都受到安全利益 都受到威脅的 他還列明建築物的共用部分 包括入口、大堂、行人道、走廊、樓梯、平台、天台、升降機、扶手、電梯等等 有得搞嗎? 不得了 有得搞啦 立即做啦 哈哈 又有片又成 又是油油蕩蕩蕩的 幸好我沒有放高跟鞋在門口 哈哈 哈哈 對著你的拖鞋打飛機啊 你不穿高跟鞋 你不穿高跟鞋 可能是機的嘛 對... 對... 不然你做完大廈說回來 你順便波球的拜託日子拖也好 哈哈 哈哈 你出門口看清楚你們拖鞋有沒有職 現在穿著了 回去洗腳 哈哈 哈哈 還有管理員之前跟你說 各大廈的公共空間 但是他所謂的公共空間是屬於你自己大廈 不關他事 不是真的全世界的公共空間 是啊 要釐清他們所謂的公共空間 那個定義 比如說 你屋大廈範圍 大廈的建築 建築外面的有些是屋院以內 但是建築以外的 那些是屬於這個公共空間 是屋院來的公共空間 嗯 正如說很多屋院門口 或者那個 整個大的區域 門口那裡都寫著 這個是什麼 有些屋院會寫 私人屋院 或者私人地方 行日點進 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有這樣的標具出現 天平村某些地方都是有的 正如 如果你不是說一棟公屋的這些走廊 是屬於一個公共空間 誰都可以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去其他地方 要不要登記 我們現在去長華村 去太平村 去那些地方 去彩埔園 那裡附近 我們都要登記 才能進入你的走廊 地產樓都要登記 你警察是不是有特權 是不是很大 我想說你樓下看間 我間不中我上來都要登記 我想說 我已經常常上來都要登記我 為什麼不用登記這一堆警察 穿著警察衣服就不用登記 送外賣都登記 你拿著半句槍上來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要打我遊戲 對 如果下次可以趁他演習的時候 找個人穿著警察服 你混進去的話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可以一起玩 DB彈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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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彈夾 還有這麼多子彈 我都用不快 我都用不快 收回你的武器 對 用完就收回我 不要 不要 不要到處說 不要到處說 我們是武器 對 如果 正如 你跟保安部門交手的時候 那個女人就說 我是這個公眾地方 他們的警察可以進來 但其實就是 如果這個是公眾空間 那我為什麼要請客 是啊 你自出自入也可以 還有 可以這樣說 即使是公眾空間 所謂 這個大廈 其實是大廈的公眾空間 不是公眾空間 這些人是沒有智慧 所以這些地底的例子 就是阿姨亞座 對不對 你不清楚 大哥 你買一層樓 為什麼有建築面積和實用面積 就是因為有公眾空間的攤分 是啊 你有給錢的 那個建築面積 是啊 因為你會有攤分 你攤分的股價處 你去交差項的時候 是根據你所攤分的公眾面積去拿去 那個是你的所謂的 你的單位的面積 你交差項是跟那個去交的 不是交實用面積 是啊 這些人是沒有路的 所以看到 現在這一群的警察 就不斷善闖文具 而且又被人拍到 他善闖文具之後 停車人不適時 他真的用冷氣 是啊 等等之類的 對 確實行都可以看到 現在 現在 沒有交停車場的費用 還不給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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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特權 是啊 是啊 你跟我說 救護車進來 停車救人 又不交走 正常合理 是啊 有分職務進來 有人發生嘔鬥 或者發生那些情況 你走來調解 出現糾紛 你來調解 那你停車就走了正常 現在你進來 借別人的地方 你借我家裡的樓梯 借我正在那條樓梯 你走來演習 我要讓開給你的 你都要揭露我的 是 你問我實踐是否正確 你不要跟我說 你這種道德問題 我專屬這個關內座的 很有屎 很可悲的地方 雖然阿熙 對於警察進去他的家 去執行職務 是一件很憤怒的事 但是有很多居民 自稱居民的人 就說 其實他們如果黏了面帽 齊早通知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有些人 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他們不做實境演習 的話 遲些真的要實戰的時候 他們又做不好 那你那些人又屌他 那就有問題了 這件事我有話說 你怕捉不到嗎 現在怕捉不到嗎 是 怕捉不到你 針對你 放到你 不是啊 但是問題是 你那個是甚麼形狀 你那個 V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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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那個形狀 有很多不同形狀 還有C樓也不同 不同形狀 不是每次罪案 都是公屋發生 那要不要去C樓 逐間逐間 逐間演習 其實 我會說出 你需要去警察宿舍 去做這個演習 因為 你警察這個團體 才是最大的犯罪 最大的犯罪 對 邱班警員是最大的犯罪組織 所以才要去警察宿舍做 對 對 看著你那些人 有時是打飛機 有時是強姦偷東西 有時是警察宿舍最大的犯罪 對 又搞自己的學生 又搞自己的兒子的女同學 又搞自己的女兒 其實我還有第二個建議 他大陸呢 大陸不是很多 那些二三線城市 建了樓沒有人住 死成鬼成的 對 對 對 上去勞改 不是 上去那邊演習 上去那邊勞改 那些樓建完沒有人住 那就不要問 不如上去那門校還沒閉上 你已經不作為租化 起碼有一技之長 起碼被人定罪 被人判監出來之後 你可以做三行 對 應該的 對 有得搞有想 被定罪被監禁後的邱班警員 這個重新投身社會計劃 對 所以在這件事上面 其實都是繼續搞搞警察 他每一次演習的時候 都用盡任何方法去吊吊管理處 那些警察 甚至乎 英軍 不是的 不是的 就著這件事 是需要這個 有些人可能說 他現在管理處 是再重新貼那張Memo 我後補上去 是 但是 要來清楚一個正當性 你不召開居民大會 我在街站跟你說 哈哈 我在街站跟你收集簽名 是 是 是 看看哪些人 我不相信 你是不是這麼喜歡 踩到你家門口 去做演習的 你不要搬到他家 你不要搬到他旁邊 對 老實實說 我覺得正當性問題 和程序性問題 程序性來說 你青山靶腸練法 大腦靶腸練法 就是警察老婆 所以這件事 是基本禮貌 對 這件事就繼續搞下去 每一次來到 每一次見到 每一次 每一次 甚至乎管理處的人 都要不斷去 不斷去捉住他們 好 那今天就 應該說是報警 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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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班自稱學警的人都在遊蕩 所以 麻煩李正希特拉 我們 看看後續事件 你們好像深宵夫人信箱 不斷說自己的心事出來 不斷發事出來 給你機會 謝謝李正希特拉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 謝謝各位 我們回來再說第二個話題 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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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鈰 鈾 鈴 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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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